来啦 来啦 停 倒别单身吧 姐们 谁是你姐们啊 大姐呢 大姐 她说她有事先不过来了 换好衣服了 抓鞋 走 去哪儿啊 抓紧我那一会堵车吧 去那个东芝本烤肉 那不都关了吗 什么时候关的 两个月前都关了 你们俩不会找我去那儿吧 你看 我就说你让你先打个电话 我怎么知道 我两个月前跟佳佳还去过呢 算了 正好我也没心情去 那不行 单身最后一页 咱必须得有点节目 就是 咱们俩不会让你没心情的 快快快 不就换个地儿呢 我说二位 我要打个很重要的电话 打吧 这可是私人电话 来得及 好吧 好不好 我跟你们说吧 张东的父母明天不能来 他说没关系 但我觉得他挺在意的 所以我想给他父母 打个电话聊聊 你就准备打电话说是吗 赵涛 如果你是张东他爸 你会 挂电话 那我怎么办 我总不能去趟石家庄吧 清儿 其实可能跟婆家搞好关系 是挺难的一件事 但是你早晚还得面对 真是 你看 嫂子他爸多讨厌咱哥 咱哥不也忍了吗 谢谢啊 客气 你俩什么情况啊 咱们俩的想法应该是一样的 没错 去 石家庄 我说要来了 咱这次啊 闹得比我上位啊 那不就扔和你了 能到其仇 行 事你给我携三个儿吧 行 你啊留着自己慢慢享用吧 我可享用不起这个 说正经的 我忘了给张东爸妈带礼物了 怎么办 我家里还有卖牛肉干 山楂片 行啊 你还真想给人爸妈带牛肉干啊 里面有卖什么别的东西吗 比如花露水 卫生纸什么的 太变态了吧 哥 你说我变态是吗 您这可爱的弟弟那才叫变态呢 妈妈 告诉他怎么了 又犯什么忌讳 你敢说我把冰冠 扔给脸上去信吗 你笑过来了 上车吧 嚷嚷什么呢 我大声地宣布 赵磊对佳佳有感觉了 赵磊 你这可比你姐变太多了 贺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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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自残了行不行 人家跟咱们又没有血缘关系 你怕什么呀 我是一个贺运的人 这事我们现在才知道 喂 亲爱的 喂 你们在哪儿呢 一天都没见到人了 我被你的小舅们给绑架了 我说你们没事吧 明天咱可要办正事了 你不会生气了吧 没有 说实话我之前呢还在想 我们家的小青青那么敏感 会不会得婚前恐惧症呢 不过我现在一看到 你在没心没肺的傻玩 我反而放心了 我是不是太不靠谱了 没事 要玩呢就玩高兴 那替我像舅子们问好 好 明天见 加油站不是打电话 知道了 喂 你就放心吧 我会带着婚前兴奋症 出现在你面前的 拜拜 张东 没事吧 完全没事 不过咱这牛肉得抓紧了 我怕腌子时间不太够 明天可是你大喜的日子 别太累着了 放心吧 伯母 这做菜啊 对我是一争享受 我不知道 还能再帮你点什么 不用 对了 我去买鲜花 买鲜花把房间布置起来 我知道哪有买最好的 郁金香和百合 我再给赵青预备一大树 蝴蝶兰 伯母 那个 赵青她不是说了吗 这次婚礼想 不要太夸张 所以你看看能不能就 我买小花行吗 真的 小花也挺美的 那好吧 太好了 我这就去打电话 伯母 谢谢 不 张董 我得谢谢你 谢谢你让赵青这么快乐 而且我又多了个儿子 好 谢谢啊 来 我说 怎么样了 我又走过了 是 我也觉得走过了 好像刚才那路口 就应该走拐了 不早说呢你 早过我才发现 行了行了 你别吵了 咱们你抓点紧啊 今天还得回去呢同志们 你给谁发短信啊 没发短信 我在弄你GPS呢 你有GPS 你让我这嘴PS问半天 我不没弄明白呢吗 别弄了 什么时候 带头 放上 好 你找谁啊 你好 叔叔 我是张东的朋友 我叫赵青 阿姨你好 我能跟你们谈谈吗 那 那进来吧 累死我了 你那个 腿怎么样了 没事啊 下里边车县 好 跟我说说 在玉树都发生什么事了 咱 找个时间再说吧 聊点别的 行 你是不是喜欢佳佳啊 就那么一致 现在也没有了 无所谓 反正她骗了我 其实我觉得呀 你们俩还挺投缘呢 不管是兄妹也好 朋友也罢 一开始呢 你是对佳佳最好的人 现在呢 佳佳也是最理解你的人 是吧 好好想想 那是我儿子 他想干厨师 我怎么可能生他的气呢 只要他想干什么 他喜欢 他高兴就行了 一开始啊 我确实生他的气 我一直想让他找一个 踏踏实实的工作 这才让他考财大 学会计 后来我反省 要求他太多了 现在他有了点成绩 而且很快乐 虽然我现在说不出什么 但是我从心里边为他高兴 是吗 那您为什么还 因为你 张东跟我们俩说你之前 我就认识你 你曾经当过主持人 我在电视上啊看过你 你还和那个邓远 阿姨 我跟邓远的事 纯属是误会 那是绯闻 就算是误会 你跟张东 根本就不是一个圈子里的人 你们家里条件好 你呢是个大小姐 上过电视 又是名人 我们家张东啊 就是一个普通人 他跟你啊没法比 说句不好听的话 你们啊就是门不当户不对 张东是个好孩子 当初他在学校 跟那个叫周燕的那女孩子 触对象 那个周燕和别人怀了孩子 张东还陪他去医院 其实啊他心里不愿意 张东这孩子呀 不管心里多苦 他都忍着 别人啊让他干什么事 他都不好意思拒绝 所以你呀 阿姨 我跟张东的关系 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 张东不是不能拒绝我 是他愿意 他愿意跟我在一起 我们在一起像一家人一样 我们能相互地彼此理解和包容的 就算是那样 你们生活环境也不一样啊 我本想啊 让张东找一个本本分分能过日子的人 你的家庭条件比他好 你挣的也比他多 你能跟他好好过日子吗 再说了 张东这孩子呀 从小就省吃俭用 干什么都精打气算 你看你 穿的这身衣服 就值多少钱呢 你们呀 根本就不是一路子的人 不可能生活在一块儿 阿姨 叔叔 那我先走了 我就不打扰了 也好 好 小姐 想一下 叔叔 你替我把这个给张东吧 这是他奶奶给他留下的 说是他成家以后给他 叔叔 您为什么不亲手给他呀 我们好成人家没有说话 他妈妈也没有恶意 其实我们俩就希望他找个好媳妇 你们两个阶层 差得太远了 真是让人不放心 叔叔 您放心吧 我一定替你给他 那谢谢你了 你怎么上来了 你妈说了 一时间咱俩不能见面的 我有事 下面出什么事了吗 没有 我 我有件事情想向你坦白 是这样的 我没有跟赵涛他们出去玩 下午我去石家庄见你父母了 什 什么 我不是跟你说过 对不起啊 我还以为我能请他们过来呢 可是 对了 这是你爸爸让我交给你的 这是你奶奶留给你的 这个我认识 这个盒子 还是我亲手做的呢 这个 是我奶奶当年的嫁妆 小的时候她跟我说过 说等我长大以后 让我亲手把这个 带在我媳妇的手上 来 你干嘛去 我 我去看妈妈等着啊 我 我去看妈妈等着啊 你干嘛去 明天再看 明天再看 现在啊 好好睡觉 清儿 你这婚礼 就这么仓促 这么简单的办啊 姐 那你还想让我怎么着啊 我找个车队 还着栏目那程绕一圈 再找个饭店 摆上十几桌 从早闹到晚啊 多累啊 又麻烦又折腾 还是你想得周到 请让亲朋好友到家里聚一聚 这多轻松啊 你看我和赵涛那会儿 被妈折腾的 差得没累死 姐 我还记得你那不靠谱的司仪 那是满嘴的跑火车 变得发的折腾你们 还是我聪明吧 我才不找一个 我根本就不认识的人 当司仪呢 我当你的司仪 可更恐怖哦 你什么意思啊 你不会折腾我吧你 难说 你可是我的亲姐啊 贿赂我啊 我得下去看看 你真的决定要去看啊 那当然了 万一有什么灾难性的东西 现在不就还来得及 咱们家有一个传统 就是泄密 那我今天呢 就给大家谢一个想念 其实啊 这已经不是赵青的第一个婚礼了 咱们小的时候 带着赵磊玩过佳佳 那个时候啊 我就给你们两个人主持过婚礼 婚礼过后 他们把娃娃摆出来 当做四个孩子 赵磊当爸爸 赵青当妈妈 就像咱们家一样 那么现在呢 我就要给赵青主持第二次婚礼了 今天之后 你将拥有你自己的家庭 你自己的孩子 以及你自己的爱人 咱们已经经历了太多太多的事了 有些事 让我们改变了对事物的认识 有些事情 让我们更加坚定了 那么今后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我相信 你们已经准备好了 怎么去面对 那好吧 现在呢 就请两位新人 互相交换戒指吧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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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忘了 秦儿 你不会啊 怎么 这么重要的事你给忘了 小青 好 好吧 那请新郎 给你对面的这位 即将与你同行的人戴上吧 赵青 我希望你戴上这枚戒指 赵青 因为它代表了我对你的爱意 和承诺 真不容易啊 可算嫁着去了 来 新娘 请把这枚戒指 给你对面的这位 即将与你相伴一生的受害者 戴上吧 张东 这枚戒指也代表了我对你深深的爱意和承诺 好吧 好吧 现在 我作为正婚人宣布 你们结为夫妻 好 好 亲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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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我还以为咱俩老死不相往来了呢 赵雷 对不起 我知道被信任的人欺骗是什么感觉 行了 我没生气 我才不信呢 我就是有点震惊还有点失望 我知道我让你失望了 我理解你 不过当时我不冷静 我没有考虑过你碰上这种事 打击有多大 真的 那要不然咱们重新开始 你好 我叫夏佳将 我知道你不姓赵 赵雷 嗨 嗨 我跟你说啊 赵雷这小子真是太坏 这整晚上我都没看出来 他跟我喝的是绿茶兑雪碧 他哪会喝酒啊 我再来马上 哎呀 哎呀 赵雷 我今天真是太高兴了 我要打个电话给我爸我妈 告诉他们我有多高兴 同时我要感谢你 感谢你为我做的这一切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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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地儿不太好找啊 嗯 我不在我妈那儿住了 所以以后你找我可能不顺路了 没事 这儿也挺好的 挺清静的 更有环境的不错 我最近一直在想所有发生的事情 我做不到 和你重新开始 对 帅雷 你是你们家第一个接受我的人 记得我刚从香港回来的时候 我就只有你一个朋友 只有你能接受我的想法 包括后来 我遇到那些接二连三的事情 我遇到他们的时候 我第一个想到的倾诉对象就是你 一直以来就只有你而已 后来事情就开始失控了 我突然有了一个家 然后这个家又没了 我本来以为我永远都失去这些了 后来我才发现不是的 因为你还在 你还愿意接受我 所以我就在想 我所有的这些经历 是不是都是为了让我遇见你 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们打算精简技术部 因为我们觉得目前的体系还不会有效率 所以 等等 你是说把这个部门都拆掉 郑德 你别这么激动嘛 我知道有些决定要下确实很难 因为我们刚刚合并 有很多事都不稳定 有些事必须这么做 我们也不想这样 可是咱们现在负债七千万 所以董事会方面我们也要精简一下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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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把我一起经年料吧 不是您 秋秋 好 我这就去打包 且 也不是你 我们说的是法律顾问这一块 法律顾问 你们要把赵青干掉 不是他 是他的律师事务所 可他的律师事务所 是一家很有实力的律师事务所 等等 夏总 你说这话不是认真的吗 赵青为这家公司做过多大贡献 你不能因为这几个钱 就把他赶走吧 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 我们找到了一家 性价比更好的事务所 赵涛 你真的让他这么干 你以为 我想吵架我自己的亲妹妹吗 你想吗 我不想 等我们的财务状况好了之后 我们还会把他请回来 太好了 真不错 赵涛啊 你送给他的新婚礼物太棒了 你要亲口告诉他 赵青 我今儿拿到收入报告了 你知道你是咱们事务所 这半年表现最好的吗 是吗 你在赵氏企业并购里表现出色 上次的合伙人会议 你又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到底是当过主持人的呀 我很盼好你哦 谢谢 好好保持 不久之后 咱们就会有新的分岁了 嗯 你猜后来又怎么着 他要暗示我啊 说他要开分锁了 你确定他是要跟你做合伙人哪 当然了 这 这是百分之二百的事啊 这合伙人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么说吧 咱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啊 不能任意地设立律师事务所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合伙人 律师事务所 然后共荣共辱 利益均分 你说 他们要如果不认为我有实力 能找我做合伙人吗 这听上去倒是挺厉害的啊 可对咱有什么好处吗 我现在啊是法务经理 就相当于你们的 你们的主厨 等成了合伙人啊 就成了加盟店长了 说简单一点 就是钱多了呗 你赚的钱够多了 你还要赚多少 赚钱是次要的 关键是事业 有人说成了合伙人 律师事业才真正的起步 这话一点都没有错 我的小冬瓜 我马上就要成精了 你早就成精了 你就是青蛇 你又说我 好好好 我不跟你说了啊 我要工作了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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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李秘书又给你打电话了 我说你在睡觉 他是不是喜欢你啊 没有 他也被我过瘾过呢 说什么呢 你怎么了 没什么 就是工作上的一些事 那就别想工作上的事了 这么好的天气 陪我和儿子出去走走吧 好 那你去给儿子穿衣服 咱们出去溜溜 去吧 嗯 没打扰你们吧 没有 怎么会呢 妈 您先坐一会儿 我去倒杯茶 别张漏了 妈 今天天气不错 没出去走走 您的开场买也不错 谁告诉您的 姐还是舅舅 你舅舅 赵涛 我知道你在努力 你想挽救公司 我一点都不怪你 可也不能 夏文杰说什么 你就听什么 他让你解雇赵清 你就真的照他说的办啊 妈 只要你跟姐姐团结起来 还有舅舅 夏文杰就拿你们没辙 妈 您不明白 这是我的决定 你的决定 对 夏文杰 你不明白 只是同意我的做法而已 如果您看看公司 目前的财务状况 您就什么都知道了 我们现在已经养不起 他们的律师楼了 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了 公司着想 不行 你不能这样 你不能这样对待你妹妹 你以为我想这么做吗 赵涛 她是你亲妹妹啊 我知道 你怎么跟着想 我还记得 她是你 怎么回事 我们怎么回事 就着想 我的车位怎么没有了 我天哪 吓我一跳是 我还这么娇滴滴的干什么 我觉得你到我这儿来干吗 我想起来了 你们家传消息啊都是这么快的 说得对说得对 那是我们家的光荣传统 你以为我会不管不问吗 那倒没有 可是你呀打一个电话过来就行了 何必搞得像突然袭击似的 你还好意思说 被突然袭击的是我 为了挽救公司总得有点取舍 而且是你让我们进来的 我可没让你进来 再说孩子们也是为了挽救家族企业 我不允许你借过我的女儿 这是公事 公事 真可笑 这事要是换了佳佳 你也会这么做吗 会的 只要正确我就会这么决定的 难怪到现在她都不跟你说话 林美慧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啊 你现在有点无理取闹了你 是你无理取闹 还是你觉得自己理亏 我告诉你 这个决定下得很难 我和赵涛是讨论了再讨论才决定的 你不是董事长吗 是的 我是董事长 好啊 我现在就以董事长的身份 清清楚楚地告诉你 这个决定是公司的决定 赵青我炒定了 而且这也不是彭飞的公司了 你以后要来找我 得事先预约 把车子停到车库里 然后到前台登记 和所有的客人一样 这是规定 你们家的闹剧该结束了 这才是真正的真正的真正的夏文杰 你把自己看得太重了 你在我眼里什么都不是 我告诉你 你想整垮我们家 门也没有 我林美慧 会用我这条老命保护我的孩子们 我的孩子们 会用他们的生命保护这个家 不送啊 真是的 她可是你的小妹妹 你不照顾她也就算了 你 你有没有想过她的感受 妈 她不用我照顾也能过得挺好的 再说我觉得亲儿能理解我 赵涛 你跟她说了吗 我会选个适当的时机 跟她解释这件事 我告诉你们姐 你们大伙儿都在呢 赵涛 我看现在就是挺好的时机 赵涛 跟她说吧 赵涛 现在说不合适 小清 今天 你心情不错啊 你们没发现吗 我最近心情特好 我结完婚之后 时代运转了 那你今天跑来干什么呀 我都给忘了 我有个朋友啊 送我几张判方死爸的优惠券 我觉得挺好的 咱们大伙儿去试试啊 哥 给你两张 带着嫂子一起去啊 谢谢 赵涛 你别瞒着她了 瞒说不如早说 她早晚都得知道 什么呀 是这么回事 姐 赵红 别告诉她 什么别 赵琴 她要解雇你 解雇我 哥 怎么回事啊 哥 是这样的 现在 整个公司都在换血 所以各个部门 需要多精简一下 那你就精简我了 你不知道我要当混混人了吗 行 实行了 但是这样 行行 别说了 你 你 你简直都没理智了你 你 不错呀 你弄的 对呀 我弄的 嗯 你没看过以前画的画吧 给你看看 那时候都是手绘 嗯 以后就干这个了 没准 以前想干 我妈不让我干 估计现在也不管我了 嗯 你工作找怎么样了呢 没信 就一家工厂给回应 就缺一个翻译说明书的 翻译说明书 咱们进了点设备又不会用 翻译公司要件太高 嗯 那你去 我才不去呢 那是体力活 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我觉得其实挺合适你的 要不这样吧 我给你一建议哈 其实你在找工作之前呢 可以先去考一个什么证 就你看现在证这么多 什么上岗证下岗证 离婚证结婚证 然后四级语考试证 还有什么什么残疾证 去你的吧 不跟你闹了 你告诉我 你腿到底怎么受伤的 嗯 我回头再告诉你 又回头再告诉我 嗯 多谢 晴儿 我不来想过两天再告诉你的 是吗 谢谢你 现在公司的资金有问题 这你也知道 而且最近麻烦很多 你是指我吗 我没说你 我是说整个公司 而且爸当初的很多决定 我到现在也理解不了 你是不理解 你怎么能理解呢 爸怎么就觉得赵红比你好啊 咱们能心平气和地好好说话吗 如果公司不能正常运转盈利的话 那受影响的是咱们全家 妈 舅舅 大姐 秋秋 彬彬 全家人都指着公司过日子呢 哥这么做真的是迫不得已 而且我有我自己的理由 哥 我也真的是为了全家人着想 对了 你知道什么叫家族企业吗 你就没有想过爸一项 把我算进去吗 他为什么逼我学法律啊 随便你怎么想 那绝对不是他的初衷 我知道 好 我告诉你 我最近要启动一个新项目 需要大笔的资金 可现在在你们律师楼上的花费 实在是太大了 如果我要启动这个项目 还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转的话 那我只能这么做 晴儿 你是我妹妹 所以我觉得就算我这么做了 你也能原谅我这个当哥的 哥 我不是不理解你 我也知道你的苦衷 你就等我一个月不行吗 等我当了合伙人 我没时间 我等不了 你等不了了是吗 有一句话我要告诉你 有些事情你做了 是永远都不能回头的 这可够意外的 能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吗 现在他们财务出现了困难 想缩减开支 所以就找了另外一家代替我们了 好吧 看来昨晚没睡好啊 算了 都这样了 你要尽快再找个新客户 不然你想参加合伙人会议 恐怕就有难度了 我会的 那我去工作了 赵姐 您哥又打电话来了 都四次了 您还不接 就是我在开会吧 确定吗 确定啊 好吧 给 他什么时候呀 下班之前 真不可理喻 他采了一半的员工 就指望着我把活都干完呀 咱能不能别这样啊 大家的工作量都很大 他这是在虐待剩下的员工 大家都加班半个月了 没办法 等公司有起色了 他就应该不会这样 下班前给我 别忘了 你看 这 来了 好久不见 过得怎么样 挺好的 怎么了 那就直奔主题吧 这位是黄律师 你好 我家小黄修改了一下信托基金条款 然后呢和我断绝关系 小黄修改了 你母亲是要取消监管 把所有的附加条件呢都取消了 请您用中文再说一遍美女 小佳 你的信托条款中 这笔钱要等到你二十五岁以后才能用 现在取消了 这笔钱你现在就可以用了 我不明白 萨小姐啊 看来您是太惊喜了 你母亲呢是把所有的钱呢都彻底地交给你 所有的附加条件呢都取消了 我可以跟这位女士单独说两句话吗 当然 什么意思呀 没什么意思 我就是想 让你的生活过得好一点 可是我过得挺好的 我一直都挺好的 对 有了这笔钱我可以找一个特别帅的男朋友 然后租一个特别大的公寓 买一个好车 每天腐败对吧 佳佳 我这么欣然地把这笔钱给你了 你就不能欣然地接受吗 你就不能心态变得正常一点吗 那你的行为能先正常一点吗 哪对母女的关系需要金钱去缓和呀 我知道 你不会无缘无故地付出 你别瞎说 我给你这笔钱 就是想让你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我不信 你说什么我都不信 行啊 等你信的时候 等我们俩建立了正常的母女关系的时候 你再来找我 不过这个和这笔钱没有关系 这笔钱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怎么了 我的小兽习班 我现在呢要跟你说一件事 好 你先别玩了 你先听我说 我听我听 说 我现在要跟你说一件事 这件事呢有一点难开口 还有一点小尴尬 这件事呢有一点难开口 还有点小尴尬 你是一男的 比这个还要尴尬 就是 我妈 她给了我两百万 所以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你等会儿 两百万 这是巨款 那你发愁什么呀 不是 你想啊 就是 这笔钱是她给我 让我跟她和好的嘛 那 可是这笔钱 是你爸给她的 她为了这笔钱 给你爸做了二十年的情人呢 所以这笔钱来路不明啊 路 我拿了这笔钱 那我不就跟她一样了吗 那我 你是怎么想到这么多的呀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这是我爸爸 留给你妈妈的钱 他们是两厢情愿的 对不对 这你都能接受 我为什么不能接受啊 当初他们俩在一起 肯定知道 大家在做什么 当然了 合起伙来背叛了我妈 但不管怎么说 你妈妈都付出了二十年的时间啊 如果我爸愿意用这笔钱 来补偿你妈妈 我觉着可以啊 你真这么想啊 我真这么想啊 这钱又不是我的 我爸愿意怎么支配 那是他的自由 继续 你看啊 我爸爸走了以后 把这笔钱留给了你妈妈 现在你妈妈又转了一笔给你 这就成了你们两个人之间的问题了 但主于旁观者的角度来说 我觉着你没必要想这么多呀 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好好考虑一下 怎么和你妈妈处理好你们之间的关系 话说回来了 我妈妈真够笨哪 所有人都这么说 居然想出这么个招来和女儿和好 我妈怎么想不出来啊 如果我也能看出来 你妈妈挺有诚意的 怎么着 要不然把钱存我那儿去 少废话 你忙你的吧 我再想想 想 好好地想 好 必须扣她的奖金 必须扣 你找我 待会儿再说吧 是的 我看前台多了的打卡机 你觉得一群整天加班的员工有必要打卡吗 赵红我也在加班 我每天六点就到这儿了 十一点才回去 那是因为你没家庭没生活 你那个位置我也坐过 我知道在干什么 你用不着跟我说有多忙多忙 谁还不知道谁呀 是啊 谁还不知道谁呀 我昨天给你的那份报告呢 你把废话全省了 我现在就有时间回去给你写报告 还有你昨天给我的另外十七份文件 赵红 我告诉你 我们现在这么玩命 是为了收拾你的烂摊子 得了吧 你女儿现在不跟你说话 你没有亲人 你现在自我厌弃的 除了拿我跟员工发脾气以外 你还会什么 别在这儿胡说八道 我告诉你下午两点 这份桌上字画 和昨天那份报告 必须出现在我的桌上 你给我走吧 好 一小没睡啊 没看出来呀 还是个小工作狂呢 我四点就做完了 后来没忍住又玩了会儿游戏 新早餐 这富婆煎的蛋都好看啊 我喜欢她这套 你就算拍了马屁 我也不会收你当小白脸的 您瞧我这样像白脸吗 吃完饭陪我逛一步 我想去买双新鞋 你呀 吃完了赶紧回屋睡觉去 我还有事跟你妈说呢 去吧 阿姨 赵磊还没起啊 起了不过回去睡去了 这个小老虫 可不是 看报纸呢 全是破产 好像一夜之间全球都破产 真奇迹 咱们公司居然没破产 咱们中国幸亏没有财阀和银行家 我告诉你啊 只要有银行家一掺和 准没好事 就听我唠叨了 佳佳 你是不是要跟我谈什么事啊 我来 先把这个给你 佳佳 这是你的信托 怎么了 这已经不是我的信托了 我想把它还给您 还给这个家 我会把它转到您名下的 为什么 你和你妈怎么了 我跟我妈 我跟我妈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 她把这个给我 想让我跟她和好 她永远都不明白我在想着 她永远都不明白我在想着 这是像你妈做的事 不过 佳佳 抛开我跟你妈的恩怨 说句实话 她很在乎你 也许正因为她太在乎你们的关系 或者是因为她太笨 所以她竟干些很愚蠢的事情 本意呢 是想保护你和她自己 结果闹到最后 每个人都受到伤害 佳佳 信托我可以替你收着 等你想明白了 我再还给你 毕竟这是你妈 对你的表达方式 她也只会这种表达方式 真俗 阿姨 这个呀 你们就先好好收着 我是不会改变主意的 行 我就替你收着 以备不时之需 得嘞 你们不能这么做 昆鹏这个名字 爸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你这是在抹杀历史 新名字叫程鹏 还保留一个棚子 说明爸的历史也还保留着 好吧 那品牌呢 赵涛 我们一直叫昆鹏地产 我们下属的物业公司 一直叫昆鹏物业 我们的客户都认这个名字 在改变的过程中 是会流失一些客人 不过我们可以通过 重新定位的方法 把这个损失再弥补 没错 昆鹏最近几年一直美眉不振 改个名字 可以改变客户的认知 也能提高定位 这不是一件坏事 对呀 对程鹏不是件坏事 可对昆鹏 它也不是件好事 对对对 我怎么都觉得 这个名字像个人的名字 我想起来了 西游记里有 叫天鹏 天鹏元帅 干脆起门叫猪八戒好了 舅舅 你们两个至于这么反对吗 只是一个名字 难道你们不想摆脱债务危机吗 胡扯了 这是两码子事 好 那你看看这几个月的收益 商业区招租招了不到两百米 4SV光卖车的收入 就远远超过了这个 好啊 那你多卖点车吧 如果你真这么想 真是太好了 我们是在考虑 把三元桥的物业卖了 扩大4S店 开什么玩笑 我们把现在正在挣钱的物业 给卖出去 你们疯了吧 那边的租金刚刚的提高 这么做有什么好处 我不会让你们这么做的 决定权在董事会手上 你同不同意无所谓 夏文姐啊 你真是不可思议 没皮没脸得寸进尺 一点点地蚕食我们家的一切 姐 几栋物业并不代表一切 赵涛 你疯了吧 等他阴谋得逞了 咱们家就什么都不剩了 反正对你无所谓了 你已经要改名叫程鹏了 程先生 够了够了 我都够够了 你去哪儿 我哪儿不能去啊 我要坐在这儿啊 听着你们将来去董事会 瞎扯这些东西 对 说得对 说得对 我们会说的 董事会现在需要一个蓝图 一个扭转公司经营状况的蓝图 还有 这个决定是我做的 夏总只是支持我 好吧 那就祝你好运吧 希望你一个人能说服董事会 那你今天晚上又不回来吃晚饭了 妈 我就不过去了 家里还有张东呢 你就放心吧啊 你自己好好的啊 我知道了 今天晚上我去见个客户 只要能把他拿下啊 我当合伙人就没问题了 那好啊 别太累了 您就放心吧啊 我得去干活了 我回头给你打 拜拜 拜拜 爸 我出去趟啊 晚上回来吃饭吗 估计回我来了 阿姨 小甸男 终于出门了 两天前就出门了 两天前 走了 走 那我送你吧 不用了 阿姨 她去那地方 反正离我打工的地方也不远 你在打工啊 是啊 她没跟您说啊 反正就在一家摄影器才少 听起来不错啊 好 牙医打工糊口 设计师混吃容死 多般配啊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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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阿姨 听上去真不怎么好玩 当然不好玩了 你以为当律师那么好玩啊 我怎么会觉得好玩 我是看着你乐在其中 我这叫苦中作乐 该死的高跟鞋 真不愿意穿的 我说 你难得中午回来一趟 你看我还炒了两个小菜 本来想跟你共进午餐呢 来来来 你呀 得感谢我那可爱的哥哥 给我在卖相合伙人的道路上 增加了那么多的阻碍 就是赵涛 就是这小子把游戏难度 挑到了哈的 我觉得你现在完全有时间啊 做到这儿来 哪怕吃两口呢 没时间了 我下午见那客户啊 特别挑剔 一貌取人 我见他啊 他得答问答问 那他太肤浅了 这叫什么肤浅啊 你说你要找个律师 他整天穿到跨栏背心裤衩 你能相信他吗 我会觉得他很亲民呢 张东 很多事情亲民是不够的 有些事情啊 是要讲究排场的 这样才能说明你的实力 你 我是不是变得特虚荣啊 你虽信啊 经常自动地转入一种 虚荣的律师模式 那 你会不会不爱我了 只要呢 你在回家之前 转成正常模式 今夜行光依旧惨暗 你多吃点啊 替我多吃点 你真不尝两口啊 我就走了 过来了啊 你好 叫我哥们 大师头 你要差我顿饭了啊 我都快忘了 一会儿吧 哪能讹诈你啊 你不就那烈是吗 去你 我还活着呢 赵磊 听说了 够勇敢 一般一般 他们说什么呢 你怎么了你 没事 没事没事没事 我回头得跟你说 你不是上班吗 快走快走 你又来这套你 快快 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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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会走 路上慢点啊 赵磊 你那动画 我们大伙都看了 不错 是吗 我还怕做得不好 别谦虚了啊 咱说点正事 我们最近啊 有一个环城涂鸦的活动 怎么样 有兴趣没 涂鸦啊 就是在车上 涂上那些 致园灾区的宣传 然后绕成游行 这听着挺好玩的啊 这可不是玩 就是啊 怎么绝不那么低啊 老想着玩 是是是 与时俱进啊 对对 向你休息 看一下 那个宣传的策划怎么样 行 看看看看 简直是难以置信 我现在都没话可说了 他要把三元桥的物业给卖了 他脑子被驴踢了吧 卖盈利的物业 他这么干合法吗 喂 喂 赵清儿 等我说话呢 不好意思 作为被你解雇的人 我的注意力有点不集中啊 赵清儿 这又不是我干的 是赵涛吵的你 对啊 所以我不想跟他说话 那你要对我好点 我可是向着你的啊 你现在给我想点办法吧 好吧 你们通过决议 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人同意 可妈也是董事会的 我觉得她不可能同意 我看呀 我也该提个提案了 把厦门解除了 我想车列赵涛 用什么 五辆大解放 你太仁慈了吧 舅舅通知我们开会 才自己到时候知道 也许他在琢磨什么办法 否定我们的提案呢 肯定不是 对不起 我来晚了 咱们那胆机啊又出毛病 这什么呀 我的辞职报告 我不想看了 舅舅 您 您这什么意思啊 再有 我申请辞去董事会的职务 郑德啊 你是不是想拿这个 来作为提条件的策略 这算什么策略 舅舅 等等 咱俩谈一谈 没什么好谈的 你别想说服我 这家公司已经面目全非了 也许公司在改变 可是我 我冷了 我跟不上你们的步伐了 郑德 万事好商量 你有什么条件你就提出来嘛 我的唯一条件 就是希望你能立即批准我辞职 舅舅 舅舅 您就这么走了留下我一个人 由着夏文杰糟蹋您和我爸的心血 赵涛说得对 现在公司的改革是必要的 站在他的立场上想一想 他所做的决定都是正确的 算了吧 您根本不相信他的鬼话对吗 公司能够撑到今天多不容易啊 那我做这个决定容易吗 我走不下去了 你让我走啊 舅舅 你就这么死心了 你就要放弃你和我爸 一起发展的公司 而且 造成现在这个局面 就是因为您当初的自作主张 您应该对公司负责任 我对这个公司 我对这个家 我负责了四十多年了 你还让我怎么负责任 对不起 舅舅 你就要这样一走了之吗 我做不到 我真的做不到 你让我走吧 真的决定了 真的决定了 是啊 决定了 你想啊 这每一天到公司去 看到是另外一个人 我要辅佐他 同时呢 还要压抑着自己 这种生活真是 这种生活叫什么来着 叫我 郁闷 对对对 郁闷 哎呀 这回赵红 是真的对我生气了 他肯定埋怨我 太不负责任的就这样跑掉了 别理他 这红说的有道理 当初是我擅自和海南签的合同 疏忽啊 一下子害得公司 陷入这么大的财政危机 不管怎么说 这个娄子是我捅的 他有道理对我生气 他有道理啊向我发火 郑德 发生的事已经发生了 你不能自责一辈子 对对 你说的也有道理吧 姐呀 我 我想 我真的该退休了 我有点累了 不大想工作 我也想生活一下 想再找个老伴 不会吧 已经有目标了 不不不 不是这意思 我是说啊 居然有一天 真的有人会跟我说 去找个老伴吧 郑德 你也不用担心招呼他们了 姐只希望 你能重建自己的生活 就好啊 姐 谢谢 你真是我的 亲姐姐 妈 您回来了 我刚和你舅舅吃完饭 那他一定跟您说了 他要辞职的事吧 对 他要离开公司了 妈 喝点茶吧 刚泡的 不用了 我想 你这次是伤了舅舅的心了 你应该 你应该 跟舅舅道歉 我啊 我还以为您会同情同情我 最起码安慰我一下 我没想到您会责怪我 我知道 这段日子不好过 可你能不能站在舅舅的立场上 想一想 他这些年不容易 为咱们这个家 这个公司 献出了很多 你应该在这个时候支持他 您又不觉得这个时候 他应该支持一下公司吗 我还指望着明天的会议 他能帮我呢 那舅舅跟您说了吗 赵涛和夏文杰要干什么 跟我说了一些 不过根据现在这个情况 我觉得 他们的策划 还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合理性 他们要重新注册 把坤鹏改名 您居然说他们有合理性 你看看你总是这样 别逼我 现在不是让我选择 朕赢的时候 是吗 可是您已经选择了 您支持舅舅 支持赵涛 支持夏文杰 现在是舅舅弃我不顾 妈 他把我一个人留在那儿 您不知道 我每天去上班 我给他工作是什么感觉 我们不是同事关系 他是我的上级 我要眼睁睁地看着他来虐待我 虐待我的人 我不知道 你现在是弃正德辞职的 还是弃自己不敢辞职 您说什么呢 孩子 妈是过来人 我想劝你 不必和公司共存亡 该放手就放手 辞职吧 我是个单身母亲 我要供秋秋上学 刘燕寺又把房子抢走了 我要拼命地赚钱赞钱买房子 要不然我就永远没可能 把秋秋要回来了 孩子别 您说我能随随便便地辞职吗 别这样孩子 要相信自己 赵虎 你的工作能力 你的学历 找工作是没有问题的 你不是工商管理硕士吗 妈 在这种就业环境下 我冒得了那个险吗 好吧 是你自己选择要留下来的 如果你真的认为 赵涛的决定是错误的 那你就去争取 说服董事会 妈会支持你的 可 选择得你自己选 而且 别因为郑德 做了她自己的选择 你就责怪她 小公子 这两天用车用得还舒服吗 舒服 就是太辛苦你了 老得使我你真不好意思 推好了 你还是自己一走吧 再养我大概半个月 我就买辆车 买车 买车 买车你能开吗 我币本老司机怎么不能开 币本老司机 连工作都没有 别买了 那倒也是 不是 不是主要周燕她那天跟我说 有一公益活动 在那个车身上喷人画 然后到处游行 我就觉得挺靠谱 你搞公益 能用个其他方式吗 比方说 你可以喷你家楼下老大爷 他们俩车去 去你 你干什么干什么 他们为什么叫你烈士 瞎叫着玩呗 你坦白一下呗 我没什么坦白 我腰疼 我饿了 不是我一个哥 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弄口吃的 走 那你说点事那么难呀 这哥哥心情好 你想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 想知道什么呀 随便 你不就想问我腿怎么伤的吗 是不是 嗯 哎呀 话说 那天 我从玉树想赶回北京 突然遇到了一个鱼镇 遗地镇啊 所有的人都往外跑 到楼底下一点名呢 少了俩女孩 我们当时住那地儿 有钢筋制的 也有这种木制地方小屋 那这俩女孩呢 正好在一小木屋里头 都收拾东西 嗯 这一地镇呢 正好把那门就给震歪了 俩人就 骨子里头出不来了 那这跟您腿有什么关系啊 我一冲中 把人门给揣开 然后呢 那这些玻璃嘛 好 小小小小 不怪你啊 我就是在想 那样俩男的 或者那俩女的长特丑 你肯定不舒服 话也不能这么说 那俩女孩长得还不如你 美了吧你 英雄救美 来来来 你搬搬一下 后来人家研究了 说这个 说这木屋啊 那木板特别薄 要真是砸下来砸着人了 还没我这腿伤严重 不过我当时躺在病床上 我心里挺美的 我觉得虽然我干这事意义不大 可是好歹我救了俩人呢 你说俩姑娘在屋里头 我要没救 以后我想起来 我心里头就想了 俩人在那 因为当初是我没撑动 我没去踹那个门 然后人又没救过 好了好了 大英雄 你最棒了 是犹中的吗 干杯 这是一件事 另外呢 我还是建议把这部分物业也先出售 投到4S店上 这样我们的收益会更大 这个 待会儿再说 林姐 你真赞成把名字改为陈鹏吗 我不能说不在乎 毕竟咱们的品牌已经很久了 而且客户们都熟悉这个名字 对 我也有意见 现在是改名的时候呢 财务总监都走了 你们到底是怎么想的 郑德走是因为他自己的原因 跟公司一点都没有关系 但万一有什么意外 我看不出来咱们会有什么余地 确实 赵涛 你这几项提议 太贸然行事了 已经站在悬崖边上了 冒这么大的险 值得吗 我同意 我们现在是站在悬崖边上冒险 卖掉正在盈利的物业很冒险 改掉企业的牌子更冒险 可大伙想想 这家公司从创立到现在 哪一次决策不大胆 我爸当年白手起家时 就没给自己留什么余地 因为他有胆识 有远见 这不是破釜沉舟 这是信念 狭路相逢勇者胜 缩手缩脚 向来不是赵鹏飞的主张 如果现在是赵鹏飞坐在这里的话 你们会满腹疑惑 战战兢兢吗 你说得对 可今天坐在这儿不是赵鹏飞 对 是赵涛 可他是我父亲最好的学生 这么多年 他一直在辅佐我的父亲 他就等于我的父亲 不管你们怎么想把这个公司拖起泥潭的人失误 现在要想走出这个泥潭 是需要远见 赵鹏飞的那种远见 赵涛具备这种远见 我信任他 我相信 我的父亲 也信任他 没有 我相信 他还不堪 設施妇 你还想到看了 但他这事 还有赵鹏飞 在我借到那里 你没有兴益 你去逛逛 就算吃什么 还能够他 真的发生了 数十年 你还能够去 那种骗子 姐 刚才在会上 你说的都是真心话吗 那是你需要的 也是我欠你的 我走之后你自己加油吧 姐 你说什么 我要辞职 你开玩笑了吧 真的 辞职 我明白了 你这么做 你这么做就是为了想惩罚我是吗 不是 你确实比我有远见 我现在什么都看不见 我看见的只有夏文杰和他的所作所为 他是在帮我挽救我们家的公司 这已经不是我们家的公司了 以前 以前我们家的公司 一直像家一样 现在 现在给我的感觉 只剩下工作了 你不能辞职 我不会让你走的 我已经决定了 你真回挑时候 对不起 回来了 吃饭了吗 我做到了 做到什么了 我下岗了 你没事吧 孩子 我给你做打吃的 妈 我不饿 就想喝点 赵涛什么反应 赵涛什么反应 不算好 真舒服 就像又离了一次婚死的 我不知道 接下来该干什么了 其实没什么 不就是找工作嘛 你没问题 你凭什么这么说 就凭你今天 在董事会的表现 真太棒了 是吗 当然 你让那些董事们 相信了赵涛 也许就那一阵子吧 估计他们投完票就后悔 可我现在 对自己没信心了 赵红 一定要相信自己 只有你在今天这种情况下 能够扭转局势 赵涛他没有你能沟通 这就是你的能力 妈 那张反对票 您投的 对吗 我怎么能随便让他们 改名呢 我回来了 那大律师 辛苦了 辛苦了 怎么样 顺利不顺利 相当的顺 你说搞定了吗 搞定了 我把他们都给忽悠晕了 他们明天啊 就跟律师留签合同 可以啊 来来来 喝着喝着 我在你脸上 怎么一点高兴都没看出来 这些天太累了 准备材料 就准备了好几页 我今天把他们财务报表 给背出来了 把他们都给吓掉了 你看你看 这会儿才有那么一点高兴的样子 我说 要是这么辛苦的话 我觉得就别做了嘛 那怎么行呢 我现在离当合伙人就差一步了 干嘛非要当合伙人 那不会更辛苦啊 那你说 这么好的机会摆在你面前了 你能说放弃就放弃啊 比如说一个大餐厅 让你去当主厨 你说不干就不干了 我要遇到这种事呢 可能会有点小兴奋 也可能会去想试一试 但如果他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 我肯定不会做的 再说我这个人你也了解 能做菜我就很高兴了 至于当不当厨师长 我根本就无所谓嘛 我的大厨师 你一点野心都没有啊 要野心干嘛 咱俩过得好不就行 那没有最好的 只有更好的呀 这叫进取些 那你要进取到什么时候 才是尽头呢 天哪 张东我太困了 我不跟你说了 我要去睡觉了 请进 赵曹 我已经跟项目补说完了 他们这个月就可以开始 好 郑德和赵红的走 我感到很遗憾 是吗 可是不是我们赶他们走的 是他们自己要走的是吧 对 所以有些事情 我也想做个更改 不管我们公司的理念和经营模式 有什么改变 我觉得昆鹏这个名字 最好还是保留 舅舅和赵红说的有道理 这家公司有属于他自己的历史 我们应该尊重他 你没意见吗 我去通知董事会 今天支撑了 吃得好饱啊 你今天怎么详细跑这蹭饭来了 你们家张东不管你了 他最近特忙 家里已经没吃的了 小剑 最近你可瘦了啊 我瘦了吗 是啊 自从你跟张东交往以来的 你这个脸啊就越来越胖 现在变瘦了 瘦了还不好啊 说真的啊 小剑 工作别太累着 我发现你最近的气色 有点不大好 你看见没 舅舅一退休啊 老年人的特征就立马暴露了 跟咱妈一样唠叨 我这是唠叨吗 我这是关心你 这句话呀 也跟妈一模一样 反正我老了吧 你们放心吧 美好的生活会继续的 突然闲下来 还真有点不习惯啊 是啊 我现在也要开始找工作了 我一点都不担心你 舅舅 对不起啊 我之前说了很多过分的话 请你原谅 事情都过去了 你觉得我真会计较这事吗 我说 你们两个就没有人 为我炒鱿鱼的事 跟我道过歉啊 对对对对对 不是你们两个干的是不是 全都是赵涛干的是吧 你别说哈 每天早上起来不去上班 还真有点奇怪 谁说不是 二十多年了 来 进公司 进公司 来 进公司 妈 你在这干吗 这屋子都快两年没人住了 我想把它清理一下 你看这旧镜框 旧台灯 还有这皮椅 我都处理了 这可都是爸爸的 我知道 那干吗要处理了 您自己留着用不好吗 不留了 我想把这房子改建得更亮堂点 换成新的东西 这画也都换了 您打算怎么处理 放车库去啊 车库放不下 那堆的东西都已经没地停车了 那就卖了 对 连车库那些破烂都卖了 您卖给谁啊 当然是收破烂的吧 您不是开玩笑吧 我说你卖之前能给我看看吗 我这还空着呢 特需要家具 台米佑 你就别抱什么期望了 我都翻过了 从衣架到鱼竿什么都有 全是破烂的 有一个加持器你能用 新的 还有加持器 这么高标准啊 我这有一个求职中介的电话 我先不跟你说啊 等会儿给你打过去 行 拜 喂 你好 你好 好啊 麻烦您等一下 您说 您说地址我记一下 好 真把我当外卖了是吗 我的秘书去生孩子了 这儿真的很缺人啊 如果可以的话 我也想去生孩子 你不能因为一时兴起 就把我拽进来啊 那你可以拒绝 冲建已经收了我的钱了 谁知道他们这么浑啊 他们这什么叫浑呢 妈 关于谁是我亲生父亲这个问题上 你欺骗了我 这事我还记得呢 所以你就想把我拽进来工作是吗 就像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